政坛焦点还要来聚焦的就是之前好几个礼拜的国会改革案 现在是已经三读过关 但是行政院昨天一纸公文 五点多送到了立法院提出了复议 而接下来会有哪些时程 会不会又像这样上演朝野大战 我们就为您来总整理一班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几个重要的时间轴 因为在时间轴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 6月11号这里实时复议案已经送到了立法院这边 而且要进行协商 才会要来进行后面的时程安排 可是就在这个时间点6月11号 国民党这边就提出质疑 因为一般在排案议程的时间通常是在礼拜二 而他在礼拜二下班之前才送达 是不是故意要来技术性延长一个礼拜 让这个法案继续往后拖呢 不过在今天整个这个状况似乎是多虑了 因为在整个程序委员会开完会讨论之后 明天6月13号这一天 立法院长韩国瑜将会进行朝野协商 也就表示说现在朝野其实有共识 最快最快 礼拜五6月14号这一天 就有机会要来处理相关的事情 而且在6月18号 也就是下个星期的时候就有机会要来进行表决 而现在21 25日都是有可能的 其中25日这一天就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会这样讲的原因这是最后死线 对于国民党来讲这是绝对要来坚守的 甚至在之前都还曾经讲到 民进党会不会用一些技术性 比方说妨害投票 或者是其他杯葛的方式 拖过6月25号 让法案自动被复议否决呢 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问题 不过民进党团的干事长吴四瑶 已经强调他们会遵守秩序 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如果行政院提起复议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程序 分成通过跟不通过 因为当然如果说复议通过的话 那就表示说修法失败 一切回到原点 那至于如果不通过时 那就是维持原案 而接下来民进党下一步 就要来提出视线 可是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讲 这一几天投票 恐怕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程序委员会到底能不能够 来执行相关的讨论程序 目前看起来这个问题 是已经解决了 而至于说最大的变数 18号的雄本考察 那就是因为国民党团的立委 像罗明才等人 就有帅团要前往当地 而现在这个行程 也是紧急取消喊咖 毕竟相关的投票案件 对于蓝白好不容易通过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立法院国民党团大动作 召开记者会 因为11号中午 程序委员会受案截止 行政院却等到下午五点半 才将国会改革相关法案的 复议案送到立法院 让复议案难以排入 本周院会审议 引发国民党不满 认为是故意在拖时间 蓝绿阵营隔空交火 在行政院提出复议后 立法院必须在15天内表决完毕 否则等同国会改革法案失效 国民党祭出反制措施 除了在12号的程序委员会中 赶紧排入复议案 让韩国瑜在13号就能召开 草野协商 等到14号的院会 列为报告事项病一读通过 加上邀请卓榮泰到立法院 报告备寻 紧接着下周28号召开全院委员会 不排除当天直接表决 或者等到21号再进行表决 多少人多少时间 以及怎么样的进行 我想这些都会经过草野协商 来做一个确认 请韩院长建筑召集草野协商 希望我们副院的成功还要背革 那逻辑不对吧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科建民 喊话不会背革 支持朝野协商 然而在这关键时刻 竟然传出国民党财政委员会 交委罗明才 规划18号到日本的雄本考察 甚至有五名栏尾报名 若是18号当天表决 恐怕会使身为脆弱多数的国民党 吞下败仗 就怕影响表决 罗明才紧急取消考察行程 立法院最快18号 就会上演表决大战 蓝绿阵营都预计周末 启动街头宣讲 不只要在立法院内一较高下 也要比拼谁才是真正获得 多数民意的支持 记得综合报道